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频道,我是韩媒 今天是2019年3月27日,星期三 今天的视频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一带一路 习近平呢,到欧洲去访问这几天 取得了非常好的进展 跟意大利呢,很顺利的就签了这个关于一带一路的合作协议 这个呢,不是意料之外的 因为在之前,他去之前已经都是谈的差不多了 去了以后只是一个形式而已 那跟意大利签完了以后呢 意大利是西欧的第二个国家 加入一带一路这个规划或者计划 这叫什么呀 谁是第一个呢,是葡萄牙 葡萄牙在去年的时候就签订了这个一带一路 他是西欧的第一个国家 那意大利呢,现在签订了这个协议 意大利是西方七国第一个签订的 他是第一个签订的 他在签订之前呢 美国曾经极力的说服他不要签订 美国说你不要签订 你跟中国签订的一带一路对你们没好处 对你们不仅没好处而且有坏处 反正中国这个倡导的这个一带一路呢 美国是积极的反对 绝对的反对 积极的搞破坏 这个一带一路呢提出来之后 从2013年到现在这段时间以来 在亚洲以及这个东欧中欧 取得了一些个很大的迅速的扩大吧 应该这么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美国没少使败 没少搞破坏 蓬佩奥就到处的去鼓动别人说 这个一带一路呢 就是中国的一个扩张 它会让你们陷入巨额的债务 让你们到最后呢 你们债务负担不起 然后你们就得倒闭 它自己欠了中国那么多的债 它还那么横 然后它去鼓动别人 去吓唬别人 其中确实是有一些人 就被它吓唬住了 其中呢巴伊斯坦 尼泊尔和缅甸 他们就是被他们吓住了 然后就觉得说 哎呀我们等建完了这些东西呢 中国是想帮助他们 这三个国家建立一些个水利工程 一些水利工程大坝 然后在这个美国的鼓动下呢 这三个国家就觉得说 哎呦我们将来真的是 要负担上这么重的一个债务 我们真的是负担不起 所以呢 他们这三个国家的这个工程呢 就搁置了 实际上一带一路呢 也就是中国过剩的产能 没有办法消耗 然后呢就想说这么一个办法 一带一路 然后跟沿路的国家吧 然后进行合作 实际上是中国呢 会帮助他们进行建设 说你没有钱 没有关系就欠着 所以呢美国就说 你们这些人呢 不要上了中国的当 你欠着他的债务 你越欠越多 你还不起的 你还不起 你到最后你就得破产 尤其是当斯里兰卡 那个港口建好了以后 斯里兰卡确实是没有钱给 后来呢 就跟中国签了一个 99年的一个租用的协议 所以这个案例呢 也给了美国一个口实 给了他证据 然后他就会拿这个证据呢 跟其他的国家去说 那像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 一直以来跟中国的关系 都比较近的一个国家 然后他们都退缩了 这个亚洲的国家呢 这些国家 因为他们比较这个 是发展中国家 或者是不发达国家 这些穷人呢 穷人就没胆 穷人呢就没有主心骨 往往是听富人一说 就觉得自己就错了 富人的见解是高见 就去take富人的那个高见 然后就改变自己的主意 放弃自己的初衷 人是这样的 这国家之间也是这样的 所以美国呢 就到处游说 说你不要去接受 这个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 他们就是为了 让你们不怀好心的 黄鼠狼给鸡拜年 没安好心 有些国家呢就会胆怯了 就会害怕了 就会犹豫了 到最后就放弃 像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 好 现在呢 尽管如此 这个一带一路呢 在亚洲和中东欧 还是开展的不错的 这些年 这些年以来 然后呢 西欧葡萄牙去年签署了以后呢 也开了这个西欧的签盒 这一次意大利的签订 对别人都是一个鼓励 那这个西方七国 除了意大利 还包括法国德国 对吧 英国 日本 然后是美国加拿大 这些个国家 那意大利呢 现在拿下了 现在已经是加入了 然后呢 昨天 昨天晚上 法国马克龙 召集了德国总理 以及欧盟的主席 开了一个高规格的 一个宴会 来欢迎这个习近平 那在他们这个宴会上呢 马克龙他也表示 说这个一带一路呢 是一个好东西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计划 但是 我们如果要加入的话 一定必须是互惠互利 不可能是一方受力 不可能是我们只是帮助你中国 我们要得到利益的 好 这个习近平这一次呢 跟法国 也给了法国一些好处 这一次呢 习近平所带的这个团队 跟法国签订了数十亿欧元的贸易合同 300架空客飞机啊 这个说明什么呀 谁会急了 美国又急了 波音呢 就这两天 他拿出来了一个计划 他想恢复 波音737 MAX的这个飞行 各国的飞行 他修改那个软件呢 现在已经是出来了 现在分分钟就可以给各个飞机上 安装上这个软件 然后呢 他们会对这个飞行员呢 进行培训 他有了一系列的计划 想推行这个 他们这个计划呢 遭到了中国的冷遇 中国就说 你波音这个飞机 你是有FAA的许可 不足够 FAA准与上市准与飞行 这个在中国还不足够 中国对飞机 还要有一个许可 才可以起飞 才可以飞行 而且我们对这个飞机呢 发放这个许可 也不是说 你这一个机型 就统一发放的 比如说737 MAX 对吧 或者MAX8 全部都行 只要是737 MAX 然后我发放这一个许可 然后这飞机来了 都可以起飞 不 中国不是这样的政策 中国是每一架飞机 case by case 每一架飞机 都要进行这个审核评估 合格了 然后才能 发放许可 才能够飞行 中国是这样的 然后呢 对于美国波音 所提出来的说 我这个飞机 我已经update 重写了这个软件 分分钟就可以安装上 然后对飞行员进行这个培训 重新培训 这个计划 中国说 这个不足够 因为 现在不能够排除 你波音737这个飞机呢 它到底有问题 还是没有问题 不能确认 有问题 也不能确认 它没有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仍然让波音的飞机 是一个grounded的状态 是一个停飞的状态 这是中国的一个立场 这件事情啊 我就觉得 中国呢 其实对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贸易战呢 心里面是有气的 心里面是有气的 在波音飞机 它出事以后 为什么中国 马上就给它停飞了 其实 这也是与心里的怨气有关系 我可逮着你了 一直你逮我这个 逮我那个 我可逮着你了 然后呢 这次到法国 又买了300架空客飞机 这300架 这个空客飞机 每一架都价值 1亿以上欧元 对不对 这300架就得有300多亿欧元 然后其他的那个贸易呢 还签了好几十亿的贸易合同 这次呢 法国应该是 还是蛮高兴的 就是法国总统马克龙说的 应该互惠 他首先就得到了这个惠 我相信呢 法国很快也能加入 这个一带一路 德国也很快就能加入 这个法国加入了 德国加入了 意大利已经加入了 对吧 就是西方七国联盟 已经有三家加入了 就剩了四家了 英国呀 现在他脱欧了 这个习近平去访问的呢 这个餐桌上呢 已经都没有英国了 我个人认为 英国呀 脱欧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像这么重大的一个战略性的决策 不能交给老百姓 老百姓懂什么呀 不能全民公投 全民公投 老百姓又不知道这些利和弊 好 现在呢 英国等于说在欧洲 他自我孤立了 我相信 这对于英国绝不是一个好事 走着瞧吧 这就是英国走下坡路的开端 美国也一样 美国总统川普 虽然说他上台之后 他签订了一些贸易协议 对美国是有利的 但是川普啊 他这个人 他所有的这些行为 我认为其实格局太小了 太自私了 失去了这个大国风范 失去了他原来那种 在世界上那个大哥的 应有的气度和风范 那你就混同于 跟小弟一样去计较了 对吧 而且呢 他退出来这个 退出来那个 现在这个世界呢 是逐渐的就进入到了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你离不开我 我离不开你 这么一个阶段 进入了这么一个时期 联合才能赢 孤立会走向失败 中国呢 虽然说 在这个世界上啊 有些地方 有些方面 他做的不太好 在自己的国内呢 因为这个法治不健全 因为他法治不健全 他还是人治 造成了呢 好多人权呀 公平公正啊 各个方面的一些问题 在这世界上呢 也是没有法治观念 做很多事情呢 站不住脚 让人家就是看不起 对吧 离那个老大哥的那种风范 差的不是一清半点 中国呢 也应该修正自己 这个一带一路的成功呢 多多少少呢 与中国沿途去恩责别人 有关系 这个成功呢 是因为中国去恩责别人 这一个国家要成为一个大国 要成为一个让众人 让其他的国家 都心服口服的一个大国 奠定一个大哥的地位 光靠恩责 也是不行的 当然在之前呢 中国一带一路 所帝欧的那些 都是一些小兄弟 现在呢 进入了西欧了 现在帝欧呢 是西方的发达国家 中国如果说 能够在跟西欧发达国家 帝欧的过程当中 如果能树立起来自己的形象 能够在各个方面 跟这些西方发达国家看齐 那中国的发展呢 一定会突飞猛进 但是中国如果说 能在政治 国内的政治 法治这方面 有所修正的话 真正的加入到 西方民主国家的行列的话 那将是一个 皆大欢喜的事情 但是中国呢 有可能他现在认识不到 中国的问题出在哪里 甚至于认识不到 中国出现了问题 有可能都不知道 中国出现了问题 问题是什么 夏清有可能没有上达 不管怎么说吧 一带一路 我祝中国好运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订阅一下 请订阅一下